今天我来当一个锦标赛的裁判 今天一共有六场比赛 今天我所有比赛都在这块场地举行 所有比赛都是这个小孩的9对9的比赛 那俩已经来了 第一场比赛结束了 说一下第一场比赛心得 今天这个tournament呢 其实已经是off season的 也就是说这个整个赛季都结束了 绝大部分的这种竞技型的这种球队 都已经都停止训练 都已经进入暑假了 所以今天的这个tournament 这个锦标赛基本上就是属于 就是这个水平不太高的这些球队 现在还在继续训练的这些球队 所以呢 来参加整个这个锦标赛的裁判的水平 明显你就看这个年龄比较偏低 然后呢 像我三年已经算是老裁判了 而且在所有今天来参加这个锦标赛裁判里头 算是资历比较老了 所以让我带了两个小孩 去弄这个主裁9对9的比赛 按理说应该让我去弄那个11对11的 但是因为他让我带两个小孩 那两个小孩都是刚刚当裁判没几个月 我就想这种水平比较低的这个比赛 又是9对9 其实比赛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 结果 结果这第一场比赛就被那个 就是没有什么经验的那个一个裁判给吹的 都都 两边裁判 两边的那个家长都快打起来了 就是有肢体冲撞 通常我比赛之前我就跟那个主裁判讲 我说只要有肢体才 一开始只要发生肢体冲突 一定要马上吹 因为你一开始你头两个不吹的话 他们就认为啊 这样是可以的 到后头那就是基本上越推越急 越推越急 最后就变得就是两边完全就打架了 事实证明确实到后头的时候 已经发生了好几次在场上 就是有打架的那种情况 最惨的是那个主裁判 他忘带红黄牌了 然后那个 其中有一个队的主教练就在那吵叫他 说你没有带黄牌啊 来你又本来你给我一张黄牌 就那个主裁判就比了一个黄牌的姿势 然后比赛赛后了 他在写比赛报告的时候 他说我给他出了一张黄牌 但实际上他连黄黄牌都没带 所以这就是我看的就是 完了以后我就跟他说 我就说 这个没有带黄牌 这是一个大忌 所以你比赛之前 你一定要准备 要反复检查你的这些装备什么的 包括你作为一个裁判 你只要把你胸前的这个徽章子 往你的衣服上一贴 你的衣服就必须噎到你的裤子里头去 然后就注意你的仪容仪表 现在我是轮空 然后呢 等一会儿第三场比赛 我是去当主裁判 我今天就相当于是我们四个裁判 然后呢 每场比赛都有一个裁判轮空 然后大家轮着来 你这场当助理裁判二 下一场就助理裁判一 然后再下一场你就当主裁判 完了以后你就轮空 我又当了一场主裁 我这场就比较顺利了 一上来就把这个肢体控制 肢体重装控制的特别严 所以整场比赛都没有什么 第三场开不快开始了 他们好多人都去那边裁判 那个station拿了饭了 你看有饭吃 他也拿饭了 我走得太慢 所以我没时间去 人家管裁判派活那个人 刚开的那小迷迷高尔夫把我的饭给我送来 所以开着比赛 所以只能又吹了半场 终于开始吃饭了 Time for lunch 墨西哥卷 好吃 很好吃 哇塞那边已经开始下雨了 你看在这块带新手 我一般我不想那个 就是好像装着像是那个很牛逼的人 就给别人讲什么 我一般都是以朋友的身份 就是建议的口吻 去跟他说 我觉得你在什么方面可以做得更好 因为以前我刚当裁判的时候 我边上有的时候就是说 有些裁判 他装着自己年资历很长 在你面前在那冲 那个就是什么 大尾巴狼 然后说的很牛逼人那种感觉 但今天那个裁判确实稍微有点面 刚才我又那个给 就是我说的 今天上午的第一个裁判 我又给他当那个助理裁判 结果他被主要让那个家长在那训的呀 他也不肯说话 可以理解 这是他第一次 那个执法这个 这个锦标赛的比赛嘛 可能他还没有 就是有那种适应的 一般来说 联赛的比赛 家长相对来说好 好说一点 但锦标赛的话呢 他就属于一场可能就会决定整支球队 未来三场的命运 所以他们非常的较真 然后那裁判就被那个训的那实在不行了 中场休息我就跟他说 你不要害怕那个家长 因为你可以随时把家长罚到停车场去 然后呢 他说行 下半场呢 家长又冲他喊 他还是不知所措的样子 可能还是性格的问题 那我看不下去了 我就帮他 我就过去 我就冲着那家长 我就指着家长 我说十二万 再说一句话 再听你说一句话 你就到那个停车场 你你冲我那个家长狠一点 家长就就就仰卫 我今天其实挺幸运的 那个刚才我第二次轮空的时候呢 正好天降大雨 漂泊大雨 我躲过去了 我跑车里头偷偷呆着去 休息去了 结果我就躲过去 所有裁判就我身上没失 然后呢 我过来以后晃晃当当的 就开始下那个 我的第二个 那个主裁的比赛了 结果上半场 马上还有两分钟就结束的时候 突然打雷了 然后人家那个裁判管事的人说 这场比赛取消了 所以这个 就相当于我只睡了半场 就赚了一场比赛的钱 只不过等一会儿6点40 我还有一场比赛 我是那个编才 所以我还得在车里待一个小时 不过刚才我看到了 很有意思的一幕 边上可能那个队 那个他们出现 这个镜头呢 怎么回事呢 本来其实他们已经都泼完这个教练 然后我就跑过去跟他们说 嘿 你们能再泼一次吗 我刚才没赚着 所以那帮小孩光光光的全都回去 重新每人拿了一天 接着又把那教练泼了一天 然后后来边上那家长就过来 管我一条视频 我就把视频都传给他们 你过天晴了 最后一场比赛 我是助力裁判 完了 今天就结束了 这是最后一场比赛 我这当鞭才 这正在比赛那边有人说 这边有两个彩虹 我就赶快照一张 走开这个变大了 我觉得这场比赛对这个主裁判是非常有锻炼价值的 等会我跟大家说一下发生了什么 太戏剧性了 哇塞 比赛结束了 就像我刚才说这场比赛对这个小裁判 他锻炼价值简直是太大 跟大家说一下怎么回事 刚才刚刚结束的这场比赛 他们这年龄段的锦标赛 其实就四个球队 单循环 然后最后看谁赢得多 谁就是第一 蓝颜色这个球一的球队 是所有四球队里的实力最强的 上午的比赛也赢了 白队上午比赛输了 也是在我看来是这个小组里头最弱的 所以如果蓝队想要拿第一 今天这场比赛就是下午这场比赛 就是必须得要赢 然后结果白队一开场 他们自己的球员坐了个球车 结果那个裁判 判了一个那个 说是蓝队推扫 给白队判了一个这个任意球 结果白队凭借这个任意球 反正也不用说直接得分了吧 但是受他相当于是得利了 结果蓝队就落后了 后来下半场蓝队把比分扳平了 很快又把他反超了 结果呢这个白队又进了一个球 归始神差的 把比分给扳平了 那这时候蓝队的家长就特别着急了 对吧 就是蓝队整个队就是 就是围着那个白队弓 就是打不进去 也斜了门了 比赛最后时刻 那个白队的守门员 不是守门员 他让那个他的后卫去发那个球门球 他第一下踢刺了没踢好 按理说他就不能再碰这个球了 必须要等到同盾其他队友去碰这个球 就他踢刺了 就他自己又踢了一脚 但这时候其实就应该判这个 判给蓝队 一个进区内的 他踢刺的那个地方 判一个进区内的间接任意球 但那小孩没管 所以那家长就特别生气 因为那是他很好的一次 把比分反超的机会 结果 在比赛的最后一分钟 应该说已经是补食了吧 这个白队的守门员出击 他看错 因为你看这个地上画的那些线 就像是橄榄球的线 橄榄球比赛的线 对吧 然后那个他看错线了 所以那小孩 相当于出了进区 才把球给提出去 然后呢 就判了一个进区外的 间接任意球 按理说你要判间接任意球 这个裁判手应该就是举起来 只要是间接任意球 手一定要举起来 告诉别人说 你现在判的这个球是间接任意球 他没判 所以那个蓝队呢 直接一脚攻门 就是相当于 他以为是直接任意球 可以踢呢 就踢进去了 当然这个球没有说 直接就踢进去了 然后打到了那个 在禁区里头的人强的这个胳膊 弹进去了 然后这时候蓝队就开始欢呼了 然后白队那些家长就在那喊 不对不对 这球不算进 那小孩就有点懵了 他说哎呀 按理说这是间接任意球 但是他又没有跟人家说 但是这球又进了 这时候该怎么办 我看那小孩马上就要吹掉那球了 我马上跑过去 我跟他说蓝队这球算进 因为间接任意球不是说 你必须 你要让你自己的队友去碰一下 你才能射门 间接任意球的这个 那个定义是 这个球在发出去以后 在进门之前 只要被第二个人碰到 就算得分 所以这个球 如果直接被那小孩踢进去了 那就算是 就不算进球 但是如果要是打到了防守队员身上 弹进球啊 就算是一个进球 我跟他说了 这球算 他才把这球蓝队最后显胜 3比2显胜 如果这球不吹的话 就相当于是这场这个误判 蓝队冤枉大了 第一天的比赛就结束了 这视频还没完啊 明天还有第二天 新的一天早晨 继续 今天有无上比赛 我刚才到这边裁判亭上 拿了一堆水 六瓶水应该够我今天 一天的 第一场是男孩的比赛 这个上午第一场比赛结束了 我上午有两个主才 然后三个编才 然后因为这俩都是小孩嘛 他们在那块说 有一个小孩说 我今天只有一个主才 我就问他 你愿意多当一个吗 我可以把我的一个让给你 相当于少赚点钱呗 多给他一次锻炼机会 刚才那场比赛 我当了编才 然后 我我我错判了一个界外球 因为那个界外球离我比较远 在那边 然后呢 在在那个发声的地方呢 边上就坐了一个家长 他说 那是我们的球 然后我 因为我根本就没有看清楚 我随便举了一下 我觉得应该是这边 因为我判错了 然后我就拿手 做这个手势 我跟他说 对我知道 我没看见 把那家长给气的 这场本来我是主才 但是因为都是优势的小孩 我觉得让那个 第二个少女就右边 就是昨天晚上 最后一场比赛 有一个tough time的那个小孩 我让他多锻炼一场 我刚当裁判的时候 其实就是这么大的小孩 对我来说 在场上当主裁判 压力也是挺大的 但后来 当了那个高中裁判 一个赛季以后 你再回来执法 这些小孩的裁判 你这比赛 你就觉得就是很轻松了 其实他们这些年轻裁判 有的时候在场上 就觉得那个家长一喊就慌了 然后就刚才那场 比赛也是两边的 那个动作比较多嘛 家长也叫得比较厉害 所以你就看那个裁判 在场上就不知所措 然后有好几次 就是那种 让家长笑话的那种感觉 就是犹犹豫豫的感觉 其实你只要是沉厌新来 不要想那么多 放松起 就没什么 因为你看 你看比赛的时候 每个人都觉得 自己跟裁判似的 懂反多功德 但真正你在场上执法的时候 那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 但是如果有一天 你能锻炼到自己 在场上就跟看比赛一样 在电视机旁边 那就说你已经是一个成熟的裁判员了 赛前的仪式 就是第一次见到我这样 这是我最近这些年 在阿拉巴马的最后一场比赛了 想知道原因的 我会在下一个视频里跟大家讲 点球先上 这帮孩子赢了 好了 这视频就到这了 哎呀大热天的真是受罪啊 虽然在这块两天时间 早晨八点多就来了 第一天干到六点多晚上 第二天弄到中午 能挣个三四百块钱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已经 过了那个岁数 这还是这苦已经吃不了了 这年纪已经到这了 实在受不了太热了 点赞加关注 带您看整事物包装的美国